那就是现在其实还是没有解决农民愿意种的问题 不是农民愿不愿意种 是市场决定的才要怎么种 要养家福开我 农民就是要赚钱了 在精品咖啡出现之前 市场上只有一种咖啡豆 也就是国际咖啡期货交易的商品豆 就像原油棉花一样 咖啡豆的交易价格 也一直伴随期货的价格浮动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精品咖啡成为一种 独立于期货商品豆体系之外的品类 出现在市场 并拥有自己的评价体系 林沈大臣 陈俊涵老师 顾兴老师 袁非老师 我是林卡总 在我第一次接触到精品咖啡时 我真的被震惊到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支凳 林卡二号 朱零和老师艳阳的衣扇 制度的它叫 并可能地保留了 发菲鲜果中的水果风味 遗产区特质 大家可以直接用梅菜勺 进行破析 它来自海拔2150里的巴拿马 波卡地区售价周围 在上达三十六小时的二次大小过程当中 实际产生了令人着迷的香气 大飞飞下手自带的细地风味表现 解决是一杯 让您非常难忘的咖啡 我将作与民想法 来给大家的重要性质 是拍的 全国内容 然后海外 将咖啡带来的 更加压实的天赖 以及帽地 为公彩战之后 进行实习的注意方式 以后再把咖啡 事实上 精品咖啡拥有一套完整的量化标准 专业认证的咖啡品质鉴定师 通过杯测 为每一款咖啡打分 在百分之的杯测中 分数高于八十分 就可以被称为精品咖啡 二十分世界咖啡中午 大赛中国军选大赛 老师我们赞出的第一名 我们恭喜韩建宝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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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如果指定的这一块 会怎么样 我刚才有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这种功能是比较新鲜的 所以原味多多时候 他都有可能会什么在 因为想办法处理到这个 很重要 它更像是一个针对 供给侧的一个标准 对于咖啡的生产者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而言 不一定能认知到 就是你的标准有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重要 多么的中立权威 他接受起来 对我一直怀疑 它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或者至少有一定门槛吧 你对咖啡好像也没什么 这种特别的这种经验 就是有些人一定要喝什么 喝什么 没有 就是我自己分类的 它们效率型和品味型 你是效率型 对对对 效率型我觉得重点在咖啡因吧 人不能喝 喝很多杯 重多 那个是我们的咖啡基因库了 这里面 保存了两百多份 一个品种 从咖啡因库开始到推广 至少要十年 这个应该是回下了 应该是 周期很长的 这一排的话 就是神舟九号飞回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大田里面 发现变异的了 这是什么 这是杂草 宝山的第一颗咖啡苗 就是1952年 在这里培育出来的 黄家雄作为云南日经所首席专家 目睹了近十年来 云南咖啡的艰难处境 关键是农民不赚钱 哪怕今年的话 价格到35块一公斤了 算平均牡产130公斤 牡产值值是5000左右 但鹿江坡 你们都见过了 种菜 今年种豆角是 产值是15000 种黄瓜是2-3万 我们咖啡才5000 它这个面积 它其实有个缩小的过程 之前其实还挺多的 2014年我们 全国是180多万 但现在萎缩了40万 当时就是因为咖啡价格的原因 这是价格第一 所以我们下步是怎么让农民赚钱 新债村 从之前的可能大家都种卡迪努 都是卖大货 卖商品豆这样的一个路线 它转到精品化的路线 应该还是挺曲折挺难的吧 就是您会站在专家或科学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能适合什么样的路线 现在靠卖普通豆了 这个很难生存了 当我们搞精品化以后 它就可以达到七八千三万 看到没 这是豆角的地 其实是混状的 中间就是豆角 这是您家里 您家种多少亩的咖啡 九亩 九亩 九亩咖啡 比如说一年都卖多少钱 今年我们九亩才玩到去 这个咖啡 如果说是不好价格不好就 个人带来也有些重生 赵姐你们出去打工的人多吗 以前多现在多了 现在年轻一点的他们都出去了 因为在家管理咖啡 管理这个田地的人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了 要不怎么说现在走 走迷难找呢 那就是现在其实还是没有解决 农民愿意种的问题 不是农民愿不愿意种 是市场决定的 他要怎么种 要养家糊口 农民就是要赚钱了 你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 像19年的时候的话 他已经跌破成本价了 他怎么活吗 他肯定要砍咖啡是吧 再加上你拿热气的话 他的这个产业 可限制的产业很多 咖啡只是产业之一 那其他咖啡产区怎么解决问题呢 巴拿马呀 艾萨和米亚呀 我们成本高是人工成本高 社会发展程度太快了 我们一天要一百以上 就是咖啡公司 艾萨一天七块钱就行了 啊啊啊 你看 十分之一的成本 小哥 你自己认得出来这个苹果吗 这肯定是卡丁的 为啥 贵的苗舍不得我哪里做一个展示 嗯 那是书记吗 这个苗是就是卡丁姆是吗 这个是铁皮卡 铁皮卡 好 这个是 它是好的品种 铁皮卡 哦 嗯 所以现在种要种一点好的种子 对 12年之前咖啡价格好的时候呢 整个鹿江镇 实际有二十多万瓦咖啡 嗯 就因为从12年开始价格低密了 老百姓就不愿意种了 就把它毁掉 嗯 所以直到 毁了只有五万多瓦了 当时就12年之前 它的咖啡它是 大货是卖给谁 那个时候卖的原因还是多的 第一是 星巴克 雀巢 反正是出口的也多 只是 越是出口的呢 这个价格越低 嗯 所以说还是卖在国内 价格要好一点 那您回来之后 比如说走精品咖啡路线 你要跟 村民啊 看农啊 去讲 大家能够接受和理解吗 做他们的工作的吧 嗯 别说做精品路线 你就是修路 修这么多的路 大家都不愿意吧 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小圈吧 做生产的时候呢 靠仁北马托嘛 嗯 整个新财村 两千多人就有三家小圈 你修这么多的路 又修这么宽 修了 所以它觉得没意思嘛 我认为 我们十一种的海拔 都应该要把它改两城 种这个银卡以后 你们还有些什么想法 都可以提出来 主要呢 就是这个水区的这些问题 如果说这种水区的这个问题 该解释 我想说应该是 问题上就是存在着这个 它还有八年的期限 还有七年了 八年是七八年这个期限嘛 你三年它投产 那罗尔西不是还有四年 他不想跟马文达奉献了 那有些娃娃读呢 每个星期要打个娃娃生活费 那星期非常年了 你不是便宜要买吗 亏钱都要买吗 一切都投入加费了吧 干啥 整个宝山可能十几万亩的咖啡店 即使放在云南这个产区里面 它也是偏低的嘛 更何况比如整个云南 它在整个世界的那个 咖啡的产业里面 就是它也是占比是 更是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1% 然后你在一个这样的体系里面 就是你想要去找到自己的一个 差异化的这种路线嘛 在这种路线里面 那我找到了 想要用